2023S期恐怖电影 怕来了 本片的怪物竟然是玉米变化而来 玄尘高冷 保证刷新你的三观 陈列要求Athony的大元准一同观看 话不多说 正必走起 就在刚刚 这个女孩只因不想上学 直接拧开了毒气瓶 准备将老师们全部名音 献起给怪物 很快 运到了老师就被人进了深坑里 而学生们却站在老挖酒机盘 随着为主的小六一声练下 学生们进入老挖酒机里 启动机器 准备将它们全部活满 没一会儿 撞满土饭的挖酒机 就将泥土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 深坑里面传出了痛苦的尖叫声 但这丝毫不影响学生们 继续往里面倒吐 很快 老师们就被全部活埋 没有了动静 往事后的学生继续挖坑 并在上面涂上了猪血 准备找到更多的老师掩埋 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得到怪物的保护 有了怪物的撑腰 使得学生们更加肃无忌惮 只要谁不服从 就会立马地抓了起来 随后必执行残忍的酷刑 这个女老师就因为上课偷膛 就抬了出去 放到了玉米地的仓库里 紧接着她的酸鼠必板挠 随后必挂了起来 准备当作夜宵陷进给怪物 有一会儿 玉米地里传来了一阵骚动 怪物出现了 只见她黄黄地朝着手材走了过去 来到老师跟前 伸出了长长的爪子 在悬挂的女老师一把拖了过去 随着钢刺神的拖拢 老师必怪物带进了玉米丛中 她的同伴小米尖撞 一个排脱了束缚 打开大门 朝着玉米地追了过去 这里面 她看到了同伴的尸体 正被玉米怪疼时 吓唬她的她赶紧转身逃命 可哪里跑得过 怪物已经追了过来 并朝着小米张开了力爪 此刻的小米吓得大击都不敢出 怪物则继续向前试探 一把抓住了小米的脖子 随后张开了血盆大口 生死存亡之际 小米摸到了地上的尖刀 趁机不备 一刀擦向了怪物的脑袋 怪物随即送开了小米 发出了惨抓声 小米尖撞立刻爬了出来 准备逃离 随后她爬上了力量车 爬出来里面的点音器 找着地上的汽油就按了过去 顿时 火苗扬着汽油路线快速燃烧 每一会儿 整个玉米地被大火包围 怪物也被迫走了出来 此时 她身上已经必点燃 看着自己的保护伞成了这样 小六伤心地走向了玉米地 啊怪物同归于尽了 到了第二天 玉米地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就在小米上前才看时 忽然 后面出现一个声音 被烧焦的怪物又火了过来 只见她的脑袋 沾出了大量的玉米叶 向着小米尝了火死